介面多餘,設計不易分辨 很多玩家通病的應該就是多餘的大廳 那個大廳既浪費時間又沒有實質的意義 還創腳 但我研究了一下,你們覺得沒意義對吧? 遊戲方可不是 未來這大廳角色會有非常多的動作、服飾、表情 這就是商機啊,怎麼會沒意義呢? 後來想一想,其實大廳這個設計 好像就是Jump以來的習性 有玩過麵攤Force的應該也知道 他也是有這完全不知道幹嘛用的大廳 也是創一個沒用的角色,然後在大廳亂晃 所以我個人是習慣了 再來是遊戲體驗 這部分是最多玩家反應的 卡 缺少打擊感 招數銜接不順暢 音效等 這個確實是挺傷的 畢竟是競技類 順暢度影響著絕對的操作 不過在於動作還原跟特效上 我真的必須要給一個大大的讚 真心覺得很爽 匹配時間過久 排到了卻又是人機 我個人玩下來 匹配